朋友们好,我是骷髅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应该是我所有节目里最坚强、最励志的一位 闲话少叙,故事直接开始 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这里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 全球知名的赌城最恶都市 主人公玛丽·文森特就出生在这里 玛丽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师 母亲是21点的风销商 他们两人总共孕育了7个孩子 玛丽就是其中一位 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 玛丽可是一点都不幸福 因为自她懂事以来 脑海里全部都是父母争吵的画面 1978年玛丽15岁 这一年她父母为了离婚而吵得不可开交 家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 没有片刻的安宁 玛丽实在是受不了了 决定离家出走 当时和她一起离开的还有男友特瑞 他们两人决定去加州生活 但是离开拉斯维加斯后没过多久 两人就遇到了麻烦 特瑞因侵犯罪的警察逮捕 他们也就分手了 分手以后摆在玛丽面前有两条路 回家或者继续流浪 但是玛丽实在不想回家再听父母吵架 于是就决定去加州的伯克利找自己的祖父 并决定以后就和祖父一起生活了 在那里学习跳舞 当一名舞者 说走就走 拉斯维加斯到伯克利约有550英里的距离 全程马力都是乘坐顺风车 搭顺风车是每家地区很常见的出行方式 旅客只需要举着牌子站在路边 或者是竖起大拇指 如果司机顺路的话 就会捎带他们一程 靠这种出行方式 玛丽无惊无险的来到祖父家 不过在祖父家待了几天 玛丽又想家了 想父母了 其实这很好理解 十几岁的孩子因为赌气离家出走 气消了自然就想回家了 都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 骷髅那时候做的荒唐事 比他还过分呢 不过 玛丽接下来的做法我可并不赞同 当时她想 我能搭顺风车过来 就能搭顺风车回去 结果这次 遇到了一个怪物 1978年9月的一天 玛丽趁祖父出门 偷偷收拾好行李 再次离家出走 在加州莫德斯托公路附近 她和几个人组队一起搭顺风车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他们在路边举着去南加州的牌子 希望能有好心的司机 司机烧带他们一程 一段时间后 一辆蓝色面包车停在众人面前 司机是个50多岁的男人 他扫尸了一圈 然后把目光投向玛丽 司机说 他准备去洛杉矶 但是车上只有一个位置 询问玛丽 愿不愿意上车 当时玛丽的队友通过后视镜发现 这辆车是空的 完全可以坐下他们四人 但是司机却只让玛丽一个人上车 他才15岁 这里面有问题 于是偷偷把玛丽拽到一边 告诉他 司机只让你一个人上车 这很危险 出于安全考虑 你还是在等一等 我们一起走吧 玛丽当时已经在烈日下 站了好几个小时 非常的累 而且她必须在傍晚前赶到洛杉矶 参加七星队 因此很犹豫 思考一番后 玛丽依然决定独自上车 因为她觉得这个司机很面善 看上去和祖父很像 上车后一切都很正常 司机告诉玛丽 她是一个退休的山川海员 很健谈 不过中途有一个小插曲 玛丽说自己太热了 司机居然伸手摸了摸她的脖子 说确实很热 这个举止让玛丽很不舒服 但她想 可能是司机太热情了 就没有当成一回事 除了这件事以外 全程呀 司机都很绅士 所以玛丽就慢慢的卸下了防御心 甚至睡着了 等她再次醒来 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通过高速路的路排她发现 司机走的居然是相反的方向 于是告诉司机 哎 你走错路了 结果司机却说 没走错 这条路也能到目的地 玛丽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随手抄起一根棍子 很可能是撬棍之类的东西 威胁司机 嘿 你赶快停车 你再不停车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冷静点 冷静点 这是担心到我没办法掉头 我现在慢慢把车停到路边 然后去上个卫生间 回来就带你去主路 你可千万不要激动 片刻后 司机把车停到路边 然后下了车 看着荒芜人烟的周期公路 玛丽越想越不对劲 决定下车逃走 开门时她发现 鞋带松了 于是弯腰准备集鞋带 就在这个时候 砰 司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 拿着锤子 不断敲击玛丽的头部 直到她失去意识 再次醒来 玛丽发现自己被绑在车里 衣物都不见了 当天晚上 司机殴打 侵犯 虐待了玛丽 一晚上没有消停 天亮时 玛丽祈求对方 放她离开 说不会报警 司机端想着玛丽 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想要自由 我给你自由 拿起斧头 从肘部开始 砍断了玛丽的双臂 距离的疼痛 让玛丽几近晕厥 看着眼前不断哀嚎的女人 司机说 现在你自由了 抱起她 丢进一个30英尺声的溶洞里 当时玛丽 其实是清醒的 但她不敢动 也不敢发出任何的动静 忍着剧痛保持安静 生怕这个恶魔继续来折磨自己 直到听见汽车离开的声音 才松了一口气 睁开眼 努力的站起来 当时玛丽想的是 我必须要活下去 否则没有人知道 这个恶魔做了什么事 她可能还会伤害别人 我一定不能让她逍遥法外 我必须要抓住她 但当务之急需要止血 否则玛丽肯定会因失血过多而死 但是怎么止血她不知道 于是就把手臂插进泥土里 这个做法居然奏效了 下一步就是出溶洞了 玛丽没有手 她就把手臂插进泥土里做支撑 一步一步爬出了溶洞 然后顶着烈日走了三英里 来到五号中级公路 希望能有司机把她送去医院 当时有一对老年夫妇开车路过 看见了身无寸驴满身是血的玛丽 他们吓坏了 赶忙离开 绝望的玛丽瘫倒在地 就在她失去希望时 一男子驱车经过 该男子立刻把玛丽抱上车 前往医院并通知的警察 拿到医院后 医生赶忙对玛丽进行手术 她伤得太重了 伤口已经溃难 而且失去的手臂没有带回来 无法进行在职 医生只能切除周围的死肉进行出菌 还从玛丽大腿上切了一块肉进行移植 这让她以后没有办法再跳舞 但最感人的是 玛丽清醒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让警察过来给我录口供 我要趁记忆还清楚的时候 把这个魔鬼所有的特征都说出来 我还要进行拼图 事实证明 拼图非常有辨识度 公布画像后 没过多久 警察就找到了嫌疑人 她是50岁的劳伦斯辛格尔顿 以前就是一名商场害员 被捕后 劳伦斯否认所有指控 表示不认识玛丽 但在玛丽的指认下 她依旧被指控 绑架 强奸 非正常强奸 和蓄意谋杀 此案于1979年的3月开庭 作为本案的唯一受害者 唯一目击者 唯一证人 玛丽亲自出庭作证 讲述了案件的所有过程 虽然此案并没有多少的误证 但通过玛丽的证词 陪审团一致认定 劳伦斯所有罪名成立 她被判有期徒刑14年 这是当时法律 所能判罚的最高年限 逐审的法官说 你应该庆幸 现在是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我有自由裁量权 我会让你永远出不来 劳伦斯入狱后 玛丽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 然后重新回到社会 开始佩戴假执生活 一开始 她什么都做不了 连吃饭都有问题 但是玛丽不服输 说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从头开始学而已 通过积极的物理治疗 现在玛丽已经可以熟练的 使用假执了 可以打台球 甚至还迷上了画画 通过自学 她成为了一名高产的画家 并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事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至于家庭 玛丽结婚了 有两个儿子 也很幸福 然后我们来说劳伦斯 入狱以后 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变得温和 谦虚 有礼貌 经常帮预警 做一些杂事 因良好的表现 在复兴八年后 获得了假释 劳伦斯被假释后 引起了公众 强烈的不满 当时负责 玛丽案的检控官说 她担心这个罪犯 回归社会后 会造成重大的威胁 很可能还会制造出别的受害者 并且因为劳伦斯的提前假释 还触发了劳伦斯法案 该法案规定 以后犯下特别重大罪案的犯人 服刑时间不得少于20年 1998年 劳伦斯出狱后 回到老家佛罗里达州生活 在这段时间 劳伦斯根本不像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 虽然偶尔会犯一些偷窃之类的小罪 但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甚至呀 她会陪周围的小孩玩 参加邻里的聚会 对谁都很客气 但夹着尾巴的狼 终究不会是狗 总会露出獠牙 1997年的2月19号 一名游七公在工作时 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尖叫声 透过窗户 她看到劳伦斯刺伤了一个女人 这名游七公赶忙通知的警察 警察赶到现场时 劳伦斯浑身是血 女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该女子是31岁的单身妈妈 罗克山海耶斯 她没有工作 是一名性工作者 劳伦斯说 自己花了20美元 请罗克山来服务自己 但服务结束后 她居然偷了钱包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 在争论中 罗克山拿刀攻击自己 她没有办法只能进行还击 在抢夺刀的时候 不小心刺伤了对方 劳伦斯说 这一切都是滋味造成的 但是尸检后 法医却有了不同的看法 罗克山身中七刀 七刀全部都是贯穿伤 但是劳伦斯身上除了血迹以外 没有任何的伤口 当时劳伦斯已经60多岁了 是一个老人 而罗克山31岁 如果真相他说的是出于自卫 那么作为被动防御者 身上不可能没有伤痒 调查人员提出了怀疑 于是劳伦斯改变了说辞 说自己当时嗑药了 喝醉了 在不受控制下 才做了这一切 属于自怨醉酒 开始不断的推卸责任 这些说辞的检控方肯定是不幸 于是对他提出了一级谋杀的指控 在庭审的当天 玛丽·文森特从加州赶来 以品格证人的身份 在法庭上控诉劳伦斯过往的罪行 听完玛丽的亲身经历后 陪审团一致认定 劳伦斯谋杀罪名成立 法官判他死刑 2001年的12月 劳伦斯因癌症死于监狱医院 直到最后一口气 他仍然没有向任何人道歉 也没有露出任何悔恨 或者后悔的迹象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稍不更事的玛丽 因为疑似任性的外出 失去了双臂 但她没有沉沦 重新站了起来 还获得了成功 节目前的你 可能正在面临 骷髅所不知的困境 但是我希望大伙 不要气馁 站起来 对这凑蛋的人声说 你压不夸我 好 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